都说老一辈的爱情是,认定一个人了就是一辈子,而现在即使在一起了,还是会怀疑是不是真爱,不知道是那个年代太单纯,还是现在太复杂,这是一部电影里面的经典台词,笑编觉得说的挺对的,有点小伤感,不过还是有很多人都相往那个年代的爱情。 张志玲和袁永依,可以说,就是那个年代爱情的代表了,只要这两个人的名字出现在一起,网友都觉得牙齿都快被甜要牙了,两个人都有46岁了,而且还都是处女座,居然能相互扶持到如今,还是冷冷暗暗的,说到处女座,每个人都会想到处女座的挑剔和解体,反正大多数印象都是不好的。 照这样说,两个处女座在一起,不得天天打架了吗?别说是因为都是处女座所以能包容,其实处女座的挑剔也只是为了追求完美,很多时候都是对自己才这样,挑剔别人那你得受宠若惊了,他是把你当重要的人对待了,不然谁管你那么多? 而洁癖,每个人多少都有点洁癖吧?只是在虎的地方不一样罢了,只是处女座追求完美的性格,导致她在虎的地方多了些。 这也是张志玲和袁勇怡之前说过的,他们两个人经常也是因为这些小事而小吵小闹,但是都没有什么可以让两个人关系变得很差的矛盾,他们俩还是很能相处的,这才是嫁给爱情的样子。 这对明星夫妻写首十八年,已经恩爱非常,张志玲因为和朱英搭档社雕英雄传,搬拍了经典,最后也把这部电视剧也翻成了经典。 很多八十年代的观众都很喜欢张志玲个姓朱英这个版本,实在是女神和男神的最佳拍档,在当时看,张志玲长得十分奶油小生,所以很多女性对她的印象,都是花花公子之类的。 所以,当袁勇姨和她用恋爱的倾向时,很多好友都劝她别去招惹张志玲,小心结果会很惨,但是袁勇姨觉得爱了就是爱了,认定那就不改变,成功推翻了好友的理论,两个人直到现在,都还是恩爱非常。 张志玲夫妇撒口粮,但是网友只注意到了袁勇姨的眼睛,信息量太大,张志玲很懂得浪漫,经常带袁勇姨出去旅游,吃喝玩乐耍两个遍,天天都想过两人世界,这次张志玲带袁勇姨去看烟花,两个人拍了张自拍,十分恩爱,眼睛都是透着笑意的。 但是网友都注意到袁勇姨的语文了,都表示果然是要践行一辈子的爱情,如今还是如此。